好 各位優秀的同學啊 我們這個 誒 宇君很久沒有看到你 真的嗎 我覺得好像很久沒有看到你耶 真的嗎 好 沒關係啊 這個不用那麼嚴肅好不好 這個網頁我們上禮拜已經學到這個就是 各種控制元件嘛 對不對 然後各種控制元件完了之後 我們還學了一種超高級的控制元件 就是可以在Server端 就是等於說你做多階段的這個改變 本來你以前都是Input 在一開始就定義好了 然後這個 到Server端直接丟個Output出來 現在變成Input進去之後 到Server端還可以再吐 一個改變之後的Input回來 然後這樣子 延續輪回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學到呢 第一個 這個前端啊 我們的排版現在還是非常難看 對不對 我們現在還是用Defore的模板 所以我們要學排版 第二個是 就是我們的後端處理流程喔 欸這個 舉例來說像我們現在的速度都很快啊 沒什麼感覺 如果說 按下去之後要等兩天 你會不會想要有進度條 會嘛對不對 所以說 後端那些優化什麼的 欸我們都還沒教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就是教這些 今天教完之後 基本上你的程式啊就可以寫了 只差你有沒有看過一些比較厲害的範例而已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今天會把所有功能都教完了 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些基本的介面參數啊 同樣的啊 這個 這些基本的介面參數啊 你講真的 這個 我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啊 第一個是 Page with Sidebar 這個就是我們標準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Defore模板嘛 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 Fruit Page 這Fruit Page就是一張白紙啊 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什麼 欸那個 有一個基本控制鍵 原件的那一個範例網頁 他就是用Fruit Page做出來的 好接下來 Netbar Page 它是上面有一條 有一條那個 下拉式選單 讓你可以做一些 很多網頁都是用Netbar Page做的啦 好那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其實 那個 Mainstructure 有的範例 遠遠不止這些 這些只是Default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寫APP的時候 我大部分的寫法啦 都直接去那個網路上 搜尋一下別人寫 然後看一下網站上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以 某個人為模板 然後繼續改這樣子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還有很多有的沒的啦 這個我們先不要教 我們先按下載 然後找到界面參數的範例 好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基本上 等一下就要進入練習衣了嘛 對不對 好這個 UI example這裡啊 請你打開 這個 server 這個server裡面 什麼東西都沒有 注意到啊 所以 這完全是UI喔 這跟我們server完全沒有關係喔 我們現在UI 這個UI很複雜啦 我們先打開來 RUN APP看看 好 來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是Netbar Page 對不對 我剛剛說有一條 選單在這邊給大家選 這個東西有什麼特別的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啊看到了 右邊是不是有一些字 對不對 This is h1 heading h2 h3 h4 h5 h6 我之前不是講h4 就是再加上一些 就是加粗加這個 加粗加三嗎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學習到h1到h6 它大小字體大概長這樣 然後自左自中自右 大家可以吧 然後你注意到 左邊是不是有個原件 Netlist Panel 它是不是可以上下選 它可以上下選嘛 對不對 如果你注意到的話 選到第三個 它甚至還有subpage 這很特別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的網頁的分頁 其實是可以無限的製造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個分頁 第二個分頁 第二個分頁 第一個分頁 第一個分頁 這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 就是h1到h6的這個 就是 它大小大概長什麼樣子 接下來第二個分頁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標準字體 這是粗體 這是斜體 這是斜體 斜粗體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怎麼樣 去把我們的字 加斜加粗這樣子 好第三個 來我們看一下substage 還可以加顏色 對不對 藍色紅色綠色 這樣可以嗎 那第二個分頁 當然我們等一下也會教分頁怎麼做出來 這東西有什麼 來你看 1的mc平方 上標也可以做 下標也可以做 還可以加底線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這樣看起來的確是有一些變化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 把這些功能 語法要怎麼打 一個一個解析好不好 再來 FruitPage這裡 你看這裡它居然可以插入一個 txt檔案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網頁裡面 其實可以相錄一個東西的 相錄這個東西 可以是一個txt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也可以加入個.md檔案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md檔案長怎樣 它甚至還可以弄成 欸 這裡有沒有很像老師上課講義 就是 就是 斜堆字 然後下面有一些這個語法 語法範例框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 都可以做到這些功能喔 好再來這裡 這裡還有什麼特別的 第一個 你看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浮出來的 浮出來 當然它不能動啊 實際上它等一下可以把 參數條可以動 在上面再加一些 這個 假如說 sliderbar啦 或是date range input 好然後這裡可以可以超連結 超連結 This is my homepage 點進來之後 就可以訪問到我的網站 欸 結果我居然是用這個網站 好沒關係啦 好還可以 相錄圖 這裡啊 這裡我不知道為什麼顯示不出來 這裡是相錄學校的網頁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還可以相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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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裡面還可以相錄網頁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ui的結構 整體結構 首先 shiningui完之後 我們本來是加 page with sidebar panel 對不對 現在改成了 navbar page 那這個navbar page 顯然就是 這個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它的主標題喔 網頁主標題 移到這裡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接著 我直接按 tappanel tappanel有幾列 第一個 第一個大象 大家看的時候 注意喔 我們先不要往下看 我們看大結構 tappanel下面 有好幾個tappanel 對不對 這tappanel總共幾個欸 這個navlist panel fruit row 跟這個absolute panel 是不是就這三個 所以這個大結構 大家看出來這大結構什麼意思吧 這個tappanel 這個大結構啊 就是在描述我們的三個大分頁 這三個大分頁嘛 這裡算小分頁 對不對這樣可以接受 好接著來 在大分頁裡面 tappanel 這個裡面呢 我們又給它一個 nevlist panel 這nevlist panel 就在這裡 nevlist panel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再給它三個分頁 對不對 主要的名稱叫nevlist panel 這個nevlist panel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 然後再給它三個小分頁 哪三個小分頁呢 你只要看到 你加了panel之後 下一個你要加 紫分頁 一定都是tappanel這個函數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 tappanel這個函數一直用到 在 nevlist page裡面 你要加分頁 只是說 這個tappanel 它是呈現成這個樣子 還是呈現成這個樣子 還是呈現成這個樣子 這跟你 輸入的前一個 外包的語法而關 如果你是nevlist page 它就是上面的 你是nevlist panel 它就是左邊的 然後你下面 你可以看到第三個分頁 tap setpanel 那就是上面這個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先看第一個分頁 first 第一個分頁first 對不對 first裡面有什麼呢 h1到h6 對吧 h1到h6 然後呢alive alive alive 兩個分頁 second page sand page 標準 我們是用p這個函數 p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加入文字 這個是標準的文字 如果Strong呢 Strong就是出體 出體就是幫助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文字加上個標籤 我們等一下再做一些 我們等一下再做一些有趣的翻例 舉例來說我這邊把他關掉 我Strong的話我這邊逗點 Hello 好 我們看一下效果 看到了嗎 可以整句話裡面可以有出體 有沒有出體的喔 這樣懂的意思嗎 需要出體的地方你就給他加Strong 不需要的地方就不用加這樣可以吧 這非常容易 這非常容易打吧對不對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們需要顏色也是一樣 顏色也是可以 我們現在就故意給他加好不好顏色外面 p這裡 嘿 這個 哈囉 我們這邊逗點啦 逗點在這裡好 我們再reload一次 你看我在這裡 他是不是可以 有顏色跟出體都是可以 在前後加東西的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 鞋體是用EM這個函數 鞋體用EM這個函數 在這裡嘛對不對 又出又寫怎麼辦 那就Strong加EM 所以這個函數啊 他有點像標籤的感覺對不對 其實HTML語法就是標籤啊 這個 我們在這個範圍內 我希望他是出體 希望他是鞋體 那你要又出又寫就兩個一起加起來 這樣可以吧 好第三個分頁 最特別的地方他是有 tap save panel 這tap save panel啊 就是左邊這個 這個這個東西 subpage1 subpage1裡面有三行文字 第一行是 hey 這個color等於blue 那你要怎麼加color等於blue 你就這一行直接複製嘛 span裡面的一個參數 style等於什麼 他實際上還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參數 font font size 14 我這邊給他加上去之後 給大家看 喔這邊還有個分號 注意他一定要分號結尾啊 不然這個 20好了 我們看一下 太不給面子了吧 所以不是font size 是不是 好我跟你們講要怎麼加標籤啊 你們就去打html 然後這個 呃 選擇font size好了 你們可以打style 他的名字叫style 呃 font size 好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他都在這裡加標籤啊 我找一下有沒有font 哦 好吧 我們來試一下 我覺得沒有打錯字啊 好奇怪為什麼剛剛不會變大 奇怪為什麼剛剛不會變大 喔注意到了 他是不是變大了 好 如果你不知道範律語法要怎麼打的話 你就來這邊看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 你可以自己看 我們再給他多一些功能好了 比如說 Fone family等於這個 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所有後面都有加個分號 好 所以我們再來 好 再一次 好是不是 他的字體不太一樣啊 所以啊這個 我們如果要再 就是 我們如果要把我們的字體啊 至少我們先不要講控制元件 控制元件幫我改 但是如果我們要描述 改我們的字體 現在我們應該是非常熟練了吧 對不對 上標下標 啊上標下標還沒交 上標在這裡 TAB SUP就上標 然後TAB SUP就下標這樣子 然後 U 底線U U用這個quad用起來 他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底線 好你們有注意到這邊有一個叫HTML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打一串字 我現在覺得說 我再複製一串字 HTML 這裡 HTML這裡的意思是說 這個 TAXDIV 然後HTML 代表這一串字 就直接是HTML語法了 如果你在這裡 覺得 這一串不錯 就要說這一串不錯 我直接覺得這一串不錯 好不好 我不要H1好了 H1 我直接覺得這一串不錯 我直接就把它複製上來 到這裡 直接在HTML裡面 把它貼上 喔這個可能要 可能要用單引號 因為他裡面有雙引號了 所以我要單引號 好 我直接試喔給你們看 太不給面子了吧 喔再撒Page2 在這裡 你是不是看到他了 這樣都有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覺得 外面的就是別的網頁的HTML語法 你覺得不錯 你直接貼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再多貼一點東西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厲害 啊 我覺得說 HTML Table好了 好 我直接貼這一大串喔 你這一大串很多了吧 對不對 欸看到了嗎 這一串是不是長這樣 這樣都有意思嗎 所以你需要什麼 你就貼什麼 好不好 好我們把它還原啊 這個不重要 好你學會了第一階之後 我們來看第二階 我們到底要學什麼 第二階我們學到第一個 最重要的東西是 他是不是被 這個網頁是被 切割成了三個部分 這個是不是我們之前 一直沒有學到的 你們明明就知道 這個功能 但一直沒有學到 我們來看要怎麼做出這個功能 你需要先用Fruit Raw 框起來說 我這邊要做切割 切割這邊 這邊是不是有 Column 4 然後這邊有一串魚法 Column 4 這邊有一串魚法 Column 4 這邊有一串魚法 這什麼意思勒 這個Fruit Raw 當你打下去了之後啊 他就說 這邊現在下面這些空間 左右 橫向 我總共切成了12個單位 這12個單位 你要幾比幾比幾來做 欸不可以有小數點喔 舉例說 我這邊有 我這邊改成8 2 2 我再按一次RUN 我看到了嗎 這邊就8 這邊就2 這邊就2 好 你可不可以加起來不足 不足12 欸可以喔 我們來試一下 7 722 722好了 722是不是會 這樣是不是不足12 你看 中 他就留一些東西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嗎 好 那如果 你超過怎麼辦 超過就比較麻煩了 超過他會跑下去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盡可能不要超過了好不好 然後不能有小數點 那你說如果 如果我的排版 我就想要這個 假如說 呃 我就想要這個 百分之五十五比上百分之四十五這種奇怪的比法 那怎麼辦 很抱歉啊 我這樣 有點困難 這樣知道嗎 他就是十二 他就是分十二份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夠簽的那麼細啊 你只能找個近視值去搞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這語法 這語法裡面這個BR 這個BR是enter的意思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在 我先把他還原成444好了 不然真的實在太難看了 好就是在這裡 我給一個enter 不然的話他會連續下去 我如果多給幾個BR 我給你看哦 12345 我看到了啊 這裡是不是就有enter 就是換行的意思 BR就換行的意思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 所以你如果要寫一串字 你想要換行嗎 請你打BR 這樣知道嗎 好 來include test include test 在在這裡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是不是一堆不重要的垃圾字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打123 儲存 再重整一次 欸 還不給面子了吧 還是我沒有儲存啊 我明就存啊奇怪 等一下把它關掉 看到了嗎 這邊剩下 是不是剩下一堆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是不是剩下我剛剛打字 那你看他的插法一個是直接把它放到網頁上 一個是給一個框框 再把它放到網頁上 這兩個不太一樣嗎 對不對 所以當你需要的時候就用需要的樣子 好 MD這個檔案啊 MD這個檔案你們比較少用到 這個是一種R語言裡面非常 特別的格式 這種格式啊 我的網頁就是用這種格式做出來的 這個我沒有學到 那 那 我們基本上 在這裡我們不特別教啦 這不太需要特別學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 他其實可以呈現成這個樣子 我用一些簡單的語法 我就可以把網頁呈現成這個樣子 我的上課PET 基本上都是用這樣做的 好這樣可以接送 好那 我們跳過這個部分好了 這個部分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他就是 include HTML 跟include Markdown 那兩個檔案 HTML語法在這裡 就是你要相錄一個網頁 這網頁如果你直接打開 他就長這樣 這樣可以接送 如果你有個HTML檔你想要相錄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好那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分頁 最後一個分頁是最難的 好最後一個分頁 有什麼呢 第一個超連結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超連結要怎麼下 超連結 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先看右邊這一串 右邊這個東西 absolute panel 這個top60 意思是說 他離上面要60個pixel 60個pixel pixel就是像素的意思 好那left呢 left是auto 就是這裡我是auto 那我這裡auto的話 我就要指定right right是多少 right是20 所以他離這裡20個像素 這裡60個像素 那因為我這裡指定了 下面自然就要auto了 這樣知道嗎 button auto 然後寬度300個像素 高度300個像素 fix等true 如果這邊fix打false 還不能動那這裡也要打false 欸 為什麼 為什麼這裡不能動啊 可能是這個的關係吧 我看一下喔 我們這裡要下個指令啊 再一次我讓他動一下 欸還是不能動 這個讓他動起來 我再來找一下 魚法要怎麼讓他動起來 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動的 好 這個東西他打完一堆 一堆參數之後 下面是不是有兩個 一個date range input 一個slider input 分別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浮起來的這個版面 他一樣是可以有增加 控制元件的 這樣知道吧 所以你現在知道 增加控制元件這些東西 你就在相對應的位置上面 去擺上他的控制元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看一下 超連結要怎麼加 超連結要用這一串 這顯然就是連結嘛 對不對 這顯然就是連結 來 texahref 這個就是超連結的網址 然後後面就是 超連結的文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this is my homepage 這樣懂我意思嗎 相錄圖片怎麼做呢 首先br就是下一行嘛 相錄圖片怎麼做 teximagehrc等於 等於這一串 png 好我現在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 網頁現在是不是不能夠 上國防學網站 再相錄一次好了 可能要加https吧 再一次做一次 拒絕連線 學校 學校 學校網上有說 不然我們換我的網頁好了 我看一下 大家不要笑我那麼開心嗎 學校網頁 沒一直跑掉好討厭 這邊 相錄我的網頁 看可不可以 看起來好多啦 看到了嗎 下面是不是相錄的網頁 不過我右上角 因為被這東西擋住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看 這裡面你還可以一直點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相錄網頁 我們可以用這串語法 可能學校網頁不准人家相錄阿 我不知道 我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阿 好不好 或者他誠實寫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阿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大家大概知道 完整的這個網頁 我這個UI是不是 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範例 那大家的工作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 你先把它下載下來嘛 然後大概再看一下 基本上我剛剛已經 帶你們看過全部了 對不對 剩下只有實戰了 實戰要做什麼呢 來 上捷克練習3 在這裡 好 我們到上捷克練習3 上捷克練習3 這邊是不是有答案 來我們把這個答案阿 把它 貼到這裡來 我們加個買APP 來UI UI就是這一串嘛 好 server在這裡 server就複製這裡 好按下run 確定他是可以動的 好 確定他可以動了以後阿 我們要加什麼功能呢 來 我們要加說第一個 產生兩個分頁 剛剛只有一個分頁嘛 對不對 那你要產生兩個分頁 你是不是要用tapset panel 或者是nevlist panel 這兩個函數 然後加上tapset的組合嘛 對不對 來 第一個分頁為主要的運算區域 就是我們剛剛那些東西啦 好不好 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那些使用者看到的那個 這些主要畫面 這就在第一個分頁呈現 那第二個分頁 這個 請你放上 軟體開發者資訊 國防醫學網頁看起來是不給人家相錄了 好不好 請你相錄一些其他的網站 你想要相錄youtube也可以 不過 等一下 我們走過去的時候 拜託你不要相錄 ronghub好不好 可以吧 這個 第二個 這個 第一個分頁中 用戶是不是會選擇 是否使用範例data 欸 你在這裡 強迫他一定要上傳嘛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試著讓他 選擇是否要使用範例data 範例data就用IRIS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裡是像練習用檔案 好那我們就給大家練習一下好不好 我現在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答案到底有多少神奇的功能阿 好不好 我們先複製貼上 好在server端的部分 其實 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server端 我們的server端是完全不用改的 對不對 我們來看UI端 第一個我把它改成 那個 Nave page Nave bar page 對不對 所以他變成是有兩個分頁 這樣子 第二個分頁比較簡單 第二個分頁就是一堆文字 跟一堆 這個 頂多就是有一些 顏色變換 初體的變換阿 大家可以在第二個分頁 在下面這裡可以找到 所以這個 這個不會很難 就是一些超連結阿之類的而已嘛 對不對 好第一個分頁比較特別阿 第一個分頁 首先 我先用 fruit row 把東西切成了三份 444 這樣就是三等分 好不好 然後在這裡 這是一堆控制 控制元件 控制元件在這裡 特別注意的是 我這一串給了他 Blue 並且Strong 而且還H3 所以他字體又大又粗 又藍 這樣可以吧 在這裡 Step2 Step3 這樣是不是很有系統的 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把它就是 呈現出來給人家看 好接下來下一個 左下角是一個最特別的東西嘛 對不對 本來 在輸出這個 欸本來 在這裡 本來輸出這個東西 他是沒有任何 就是他就是default很臭臭的顏色嘛 對不對 你們看我改了什麼 他在text style這裡 我對summary 做了一些修正 修正了什麼勒 背光color 25250 代表什麼 黃色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 0.4 0.4 透明度40% 我透明度感 百分之 五 千 百分之五 他看起來就很淺 幾乎看不出那個黃色啊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那color blue 字的顏色嘛 對不對 這邊完全可以用色碼來代替啊 好不好 這個 我想大家應該有這個能力 去做這件事情 感色碼 錦號 比如說 ff0000 這是紅色嘛 看到了嗎 這裡是紅色 好 所以啊 這個 我想啊 這一個範例啊 就留給大家 就是等於說 參考 給大家說 以後如果你想要把你的網頁顯得怎麼樣子 我們希望就是你的期末作業好不好 我們基本上鼓勵大家都交啦 好不好 那 這個 反正 交了總是有個基本分嘛 對不對 幹嘛 乙君你幹嘛一直點頭 我 我本來以為你會交心得欸 但你沒有交給我 好 沒關係啊 這個 這個 欸 我們沒有關係啊 我跟你講就是 那個這些東西大家都可以試著在自己的這個 就是等於說 欸 自己寫一個網頁 我想 這個我可以自己寫出一個網頁應該會有一些小小成就感 好不好 我會把你們的寫 交給我的真的可以動的網頁 我會放在studentproject裡面啊 你們就會得到一個網址 未來你可以跟人家講 啊這是我做的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你們如果想要放醫學系的系網上也可以啦 好不好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好那第二個是這個 欸 我們現在第二節 我們要交第二節囉 我們剛剛交了這個 這個 排版 我們上節課交了控制人件 我們最後一個沒有交的東西是什麼 是 output的元件 output的元件 我們之前很沒有系統性的交嘛 我們直接交了plot output對不對 然後 table output我們也交了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這個 verbetting text output 這個就是那個 欸 我剛剛 放上面有改那個 顏色那個東西嘛對不對 這個我們也交了 UI output 這很特別 這個還沒交 這個我們也交了對不對 所以前面這五種 基本 output 下面這兩種 欸 這個兩種就很特別了 這兩種 一個是 data table output 一個是html output html output 他比較少 但是他比較少見 他基本上就是 output的一些html的元件 html的元件 我之前 我這個就是 我比較 我在大學部的課 幾乎沒有上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那個就是 呃 研究所的課程 大概第10課 第11課那邊 會有一些互動式的圖表 那就可以用html output給他弄出來 好那 這個 data table output 是我們今天 等一下主要介紹的功能 我們先把它複製貼上 注意等一下你必須 下載一個叫dt的 套件喔 要重新 這是一個額外的套件 我們先把它複製貼上 UI 好 server 這個 他總共五個 他是不是 哎 靠 他不給面子啦 他總共五個table 這一個table 你有沒有注意到 第一個 他這個基本人 他可以選 選完了以後 他甚至在下面 還會告訴你說 你選了哪些 欸這功能很重要喔 等一下我們會demo 一個 非常特別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選 用選 來改變一些東西的 一個範例這樣多了 意思嗎 這個data table output 這個東西 比取傳統html output 是不是好看多了 欸這裡還可以選 我一次要就10個 還20個 100個 甚至這裡還可以換頁 這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 呈現表格的工具 對吧 如果你覺得這夠餡的話 這邊還有 欸這裡啊 你只能單選 然後dash 你就下了一個指令嘛 對不對 第三個呢 flight 在這裡我還可以選 我只呈現 數字幾到幾之間 欸 對不對 這裡我可以做一些選擇 對不對 欸每一個都可以選喔 那如果是類別變相呢 這花的種類嘛 我甚至可以用 勾選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個我可以做一些fighter fighter完了以後你看 剩下50個 這樣知道嗎 欸這個東西它好像有什麼問題啊 那我們先跳過 這裡 你看我甚至可以對 表格裡的文字改成 欸出物體 有底色 顏色還不一樣 還有這個 根據它的這個 根據它的這個 數值 根據它的數值 我還可以給不同的這個 左握把 這個功能你們在Excel裡面看過嗎 你們從來沒有在Excel用過這個功能對不對 Excel也可以做這件事啊 就是 就是我的我present出來的這個數值 就是0到100 根據0到100的數值 我可以給那個bar 在它的底 在它的背後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很方便 不過它多還少 相對數值 一目瞭然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改變 來這裡 你們注意到我還可以給標籤 還可以給斜的 這才太神奇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 這麼神奇的datatable 他到底怎麼做的 好在UI端 這非常簡單啊 你看這個UI 簡單易聊 這個namebar page 五個分頁 basic 你看每一個都是 data table output ex1 ex2 ex3 ex4 ex5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五個output 它什麼東西都沒有 還有這個out1 它跟ex1是連結的 這樣可以嗎 我們再看server這裡 ex1 等於dt 注意 這個符號意思說 dt套件裡面的random data table 注意這個random data table 跟data table output 跟data table output 這個是一組的 我們再看一下前面這裡 我們在前面這裡 你只要看到這裡 它相對應到一組 是randomxx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這個就是對到 這個對到random print random text random table random plot random UI random data table 好 注意為什麼我要指定它dt套件裡的 所以shining這個套件 default 它也有一個 data table output 跟random data table 但是我不想用shining default的 我覺得dt套件裡面的data table 比較屌 所以我要用dt套件裡面的 它的result 因為我的data就是irs 這是範例data 我的範例data 直接把它呈現出來 就是你看到 第一頁的這個 這就是default的data table 它已經很炫了 然後這個data table 它是ex1 對不對 它的input裡面的ex1 裡面的底線rows 底線select 這個ex1 顯然就是跟著 ui端的ex1去跑的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個東西我改成ex12345 12345 重整一次 在這裡 太不給面子了 在這裡 忘記改 23 345 它還是對的起來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所以這個東西什麼 所以 其實啊我選擇哪些 我可以用input裡面的原件 再把它叫出來 這個東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對我的 APP做一個特殊的這個優化 因為我畢竟我知道使用者選到了什麼啊 選到什麼這個資訊 可以再讓我們進行運算 好接下來 這個如果你只讓使用者選單選 請你下一個參數 selection等於single 這樣就是單選 下一個 這個 data table fighter等於top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在上面啊 我要給一個fighter 這個我們剛剛示範過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第四個 第四個我把這個刪掉了 欸 那它就沒有特別了 好這個 這個應該我之前那個 就是這個 因為有時候版本更新啊什麼的 有一些原件會消失 不過那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 反正那個 第四個範例看 第四個範例看不到沒有關係 我們看第五個範例 第五個範例很特別嘛 第五個範例在這裡 它是不是非常特別 我們來看怎麼做 來 result變dt tab 然後 result之後啊 我們給它 format style result 對於這個data table來講 我要改一些東西 改它的某一個變相 然後它的 form weight 等於 如果超過5 就用 粗體 小於5 就用normal 第二個變相 如果 介於3.4到3.8之間 如果 如果 3.4以下就用white 3.4到3.8就用blue 然後3.8以上就用red 然後啊 再給它一個指令 background color 3.4以下用gray 3.4以上用yellow 所以是不是 這邊的指令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接著 我再改一個 這個改一個 這個就是 欸 變相 這個變相 我給它 這個steerblue 淺藍色嘛 這天藍色 這天藍色我從 欸 100到90% 比如說我整個是100 這90%在這裡 上下我不要把它填滿 那這190%他要填什麼勒 來 根據我的 同個變相的數值 去填入他的最小值到最大值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最小值就用 就用完全就是沒有bar 最大值就用滿bar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 這一個 最後一個變相 它是一個 這個 類別變相嘛 rotate 45度角 20度角 30度角 xyz 這樣可以嗎 這是旋轉的意思 那接著呢 我要對這個東西 來變成 lightblue lightgreen light pink 所以就三個變相 三個不同的顏色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這個datatable的 進階應用 大概大家會嘛 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改 datatable裡面每個字的這個 顏色 好 這東西喔 其實他就是 還普通啦 沒有特別好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我們先複製貼上就好了 大家注意這個範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左邊是一個datatable 這是範例資料 右邊是一個圖 對不對 當點下去之後 你注意到了什麼 你點了點 居然被highlight 對吧 這很特別吧 那我把它點掉 它是不是就沒有了 好知道這怎麼做出來的嗎 我們來現在思考一下 在我們 在我們 進真的去看程式碼之前 我們來思考一下是怎麼做出來的 首先 左邊一定是一個datatable output 對不對 那右邊一定是一個plot output 所以 選擇到的是不是就是那個 input裡面 那個datatable output 可能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ex1之類的 那這個選到的資訊 顯然就是ex1 底線raws 底線select 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 在UI端 的確只有兩個東西 Full page 這就是白頁 空白頁 然後用 x1 client side table 在這裡 接著 切割 分成6比6 那就是 同樣大 這樣可以吧 總共12 對不對 第一個 切割的第一個分件裡面是 x1 第二個是x2 x1是datatable output x2是plot output 這個datatable output 我們來看一下server這裡 data 基本範例讀進來之後 x1 就等於直接把data把它秀出來 這是default data tabl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 x2呢 首先 先把 input x1 rawslet 把它selection 這是 一組 參數對吧 這一組參數就是我選到哪些raw 接著呢 x1 x2 x1 x1 y 確定之後 先把它plot出來 所以這是基本的圖 這樣知道吧 現在我一個都沒有選的時候 selection 是不是等於none 所以 if length 不等於0 當我選擇了以後 我就在 x selection 跟y selection 第一個x 跟第二個x 他給他蓋上一點 pch-19 就是 10元點嘛 對不對 cx-2 所以是大點 然後是read 所以這樣我知道了吧 我在這裡 這一行跟這一行 讓他做了 這個data table 跟這個plot 互動的一個功能 這樣通過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上一個禮拜 上週練習的答案在這裡 欸 喔靠 上週練習的答案 我上個有放 這個沒有放 先用上週練習的答案 然後來改一下 改什麼呢 我們看上週練習的答案是什麼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可以做得到了 剛剛上題是不太肯做得到了 這一題應該就可以做到了 上週練習的答案 好 我們就先下載 好上週練習的答案是不是在這裡 上傳一個 檔案 上傳完之後 上傳完之後就沒有了 好沒關係 我跟你們講我要加什麼 我要加什麼勒 請你啊 使用者上傳完檔案之後啊 給他一個data table 你可以把data table秀在這裡或這裡都可以 隨便你秀在哪裡 接著 接著 使用者選了以後 你可以把點highlight起來 把點highlight起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可以試一下 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上週練習3的答案 上週練習3的答案長這樣 好這個是不是 我可以做一些變換對吧 那我剛說我需要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哎請你 上傳完檔案之後 給我們看到一個data table 再給我們看到一個plot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要怎麼做勒 來首先我們在UI這裡 我們要先給個排版 那如果我不想改太多的話 我可以在這裡 好 Fluor Fluor這邊是不是有column 然後這邊6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是怎麼打語法的 我是不是先把大結構打出來 現在我在這裡兩個column這兩邊 是不是要加入一些東西 這裡我就給他加d dt裡面的 data table output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給他一個名字啊 這dt1好了 然後在這裡 是plot output plut 好就這樣 我們先按這個都號碼 我們先按run 什麼反應都不會有 為什麼 因為這兩東西我還沒指定他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那接著咧 接著我們要先加dt1 dt1要怎麼加勒 唉唷靠 這邊居然有 我還沒有把它刪乾淨 好啦這個dt1 我這邊直接加上來啊 你把這個 data table加進來之後 把data吃進來 這個data在這裡是不是有reactive 可以吃進來 吃進來以後勒 請你選擇啊 只選擇input的x跟input的y 因為input的x跟input的y被我選的嘛 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redout把它秀出來 我們現在按run 來這裡是不是有 weight 那個身高跟體重 好我們這邊把它改bmi 欸bmi跟 他是不是會改 這樣看到了吧 他是不是有改 ok齁 好那 我 這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選擇 我選擇的名字叫什麼 dt1 底線 rows底線 selected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要怎麼把那個圖加出來咧 我們這邊鐵定是 output plot 等於 render plot 好在這裡要畫圖嘛對不對 好我們可以抄一下前面的語法 在這裡 全部抄起來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全部抄起來 抄起來之後咧 這個 input 等於 dt1 裡面的rows 裡面的selected 對吧 然後x等於什麼 然後dt一樣 我要先吃檔案進來 如果檔案沒有吃進來就不用做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我們把這裡放上來 好 x x x 變成 data裡面的 input x y 變成 data裡面的 input y 然後把它畫出來嘛 畫出來之前 selection 我們把x跟y把它畫成 這個red 我們就先用red 好我們按the run 圖是不是出來了 我現在點 是不是有相對應的這個字就出來了 我這邊換 是不是就有相對應的出來了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做就差不多了啦 我們的答案只是再給一個radio button 欸 這邊再給一個radio button 可以選那個 選那個就是 我如果把那個東西改成的話 我就把input 裡面的color 好這樣可以吧這樣可以接受好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大家 我覺得這一堂課就是上的確實比較快一點啦 就是 東西有點多 大家要一時間要學習也是有點難 大家先看過 然後知道怎麼把這些東西apply到自己的這個 就是 應用程式裡面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今天的最後一個小節 今天最後一個小節比較簡單啦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找直樹的這個app 我們找直樹的app是不是 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們要找直樹 這件事本身要很久 對不對 如果數字大的時候 所以啊 這個我們要怎麼做 來我們先下載 我們先 來給這個 好這一個 UI顯然就只有 欸 輸入一個maxx 然後按下submit 之後 就找直樹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app長什麼樣子 來start to analysis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是不是有個進度條 告訴我說現在process到多少 這是 離 離這個 1萬 最接近的 小1萬啊 然後最接近1萬的指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他怎麼做的呢 來看著 按下summit之後maxx我輸入了以後 summit 這個是不是event reactive 這個是 上禮拜是不是教過了 event reactive 對不對 做什麼event呢 如果input max 是none的話 我就什麼都不要做 else 我這邊是不是就 with progress 然後messenger improcess 大括號 這個 這個大括號裡面這一串 就是 progress裡面要做的東西 那這個progress 大value是0 那他 每做一個回圈 我就給他 1除以lamps index x indexes是 我的總回圈長度 所以 他就會跟著那個進度條慢慢跑 他跑到最後全部都 不見直是因為他被跳過了這樣知道嗎 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我們啊 這裡面這一串語法其實就是 我們的找直數的語法 我們只是把 improcess 加在回圈的裡面 還有在最外面加上一個 with progress 跟他的 小括號大括號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一大串就是找回圈的語法 只差在 我加上了這一行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找到結果 我把最後一個 數字輸出 到這裡他就只是把output的出來 這沒有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大家知道要怎麼加 progress bar了嗎 就是在這裡加嘛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練習題的答案 好 練習題的答案啊 練習2我們要做什麼呢 來 練習2我們給他加上progress bar 好不好 這還有70件 這練習2的答案 我們現在 看起來他是沒有 第一個 東西上傳上來之後 他就直接分析了嗎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給他一個起始鍵 起始鍵這個你應該蠻容易就可以下到 因為我們之前學過了嘛 對不對 第二個 給他一個progress bar 就是 按下起始鍵之後 開始那個progress bar 那progress bar progress bar 你就要包住一行程式碼 決然說包住讀檔這行程式碼 可是包住讀檔這行程式碼 有時候你會覺得 欸靠那這樣讀檔很快就結束了啊 因為這檔案很小嘛 對不對 所以請你在讀檔程式碼裡面加上個 sit and sleep 10 5好了 這樣他就會休息5秒 這樣你就一定可以看到那個progress bar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來看最後這一題練習題的答案啊 好不好他非常的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按一下現在default的 沒有馬上分析對不對 因為我就要等了5秒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改啦 首先你要加一個action button 對不對 action button 你可以在第三節的這個程式裡面抄 來我們把action button放上去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最後 先按一下run 這裡是不是出現一個action button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再按一次上傳 他不會有任何反應或還沒有設計事件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不用按也不會怎麼樣 那我要怎麼設計事件呢 OK 我們是不是要在這裡 把reactive改成event reactive input 裡面的summit 這樣子 這樣子 我不按他就不會動 我按了以後 他才開始等5秒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改5秒之前呢 我們先把這個slip5齁 我們先把它改成 4 i in 1到100好了 1到30就好了 這樣就是等3秒的意思嘛 因為我有回圈 每個回圈裡面等這個0.1秒嘛 這樣都是等3秒 我再按一次run 1 2 3 好東西應該要出來了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 那個 進入bar加進去 來我們看這裡 是不是 withprogress 我在這裡 inprogress 我把它放在這裡 回圈的外面 inprogress 然後我們把這邊 大括號小括號 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以後 在回圈裡面 我們要給他加上 inprogress 對不對 加在這裡 inprogress lens呢30 30分之1 每次提升30分之1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之後效果會怎麼樣喔 現在還沒動嘛對不對 按下去之後 看到了嗎 好這樣東西出來了這樣可以喔 好所以阿 我想就是 我想大概這個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覺得這個範例有點無聊 因為你現在接觸的都是小data 未來你接觸大data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這個 進度bar有什麼用了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我們下一節課 已經不會 大概就不太會交新東西啦 我們下一節課基本上 就是會把一些以前的功能整合在一起 給大家加一些範例 讓我們看看我們的R語言做出來的網頁 這看極限可以到哪裡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下一節課基本上 大家就是來純欣賞 比較像純欣賞的感覺啦 好不好 大概就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阿 謝謝大家